我們先從這個說明來課等規劃的這個部分 我剛剛有稍微跟講一下對不對 那麼我們只針對幾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區塊怎麼徵修跟複製 我們剛剛是有看到每一個區塊嗎 對不對 平常可能有一個老師有用 因為他的官方最近LMS官方的說法就是 你可以在教堂那邊也可以用區塊的方式 以前我們有跟他建議過是用標籤 像我們一般都會用標籤 可是他說這個平台大概不會追蹤這一方面的更新 所以只想用這種方法 第一個當然這個書籤怎麼設定 怎麼讓它快速跳下去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的工廠老師稍微提到 因為現在目前學校是1居的空間 上台本案夠大了 200美台應該到多數課程都夠 只是這個空間也許在增加一點 再來就是樣式的部分 其實樣式我們今天老師稍微修正一下 為什麼我們先從下面這個來 你看目前我的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天灘 因為我現在一幕比較大 這樣撐開是看得比較舒服一點 你如果說綠色的 我們像我比較舊的課程 歷年課程 你看我很早以前的 很早以前的 東西也是很少啊 而且有沒有發現這個邊界就怎麼樣 是就卡在這邊 事實上我現在是有放大 有放大了 如果我沒有放大的話 是不是這樣 老師覺得這樣好看嗎 眼睛很快看的 所以平常我們的螢幕都有放大一點 這樣比較容易看嘛 這個等一下 我會跟老師分享一下 所以 您可以到哪裡 到這邊 到管理裡面 它有一個編輯樣式 不是 這邊厲害 那個叫做 應該是 它用版面樣式 預設這個我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這種全螢幕的 它就要撐開 好就要撐開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跟老師稍微 所以我跟你講 您可以這樣用 可以這樣用 那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比較快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區塊到底要怎麼設定比較好 您可以到這邊 您進來之後 我在我的應該是 區塊設定 應該是在 看一下 這個 數位隨意平台 這邊 點進去 我們直接看到這邊來 對不對 我們往下走 就會看到 我有準備一個文件 我看一下 不是這個嗎 稍等我一下